哈哈 给它拖 拖回来 最近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 回来这么多天一直没有回老家 看看他俩的太爷太奶 然后这会儿正好今天天挺暖和的 带着他俩回老家 看看爷爷奶奶去 开着 把爸的车给他停着 把他钥匙拿过来了 自己开着车带着他们回去 平常都飘越野车 小轿车有点不多习惯了 里楼人民欢迎你 马上进村了 快到了 回来老家了 一进门这个小狗就冲我们哄哟叫 每次回来都在哄哟叫半天 快 看那俩叔叔给你逮鸡玩了 去看看 跟这俩下的 这个鸡吃得老胖了 然后刚才看被捞完之后 站着气了不动了 生气了 看狗干啥呀 不看狗 看太奶给你俩洗东西吃了 吃不吃那俩 葡萄 妈 喂他死了 不喂狗 狗不吃 狗狗不吃 看太奶给你弄葡萄 你去拿过去吧 自己去拿吧 不灵 看这帝锅 那哥想弄个帝锅放在那院子里面 架个帝锅 买个锅 铁锅都拿过锅 你吃不吃 太奶给你拿的 吃啊 怕狗 走 我牵手进去 我保护你 走 你别吃啊 我告诉你 狗不吃呢 葡萄 我跟你讲 别喂狗 你不喂他 不用喂 喂 不喂 喂 你这孩儿 他不吃 你不吃这个 嗯 浪费 你看他吃不吃 他不吃吧 他光闻 你看 牛头走了吧 是不是 又浪费一个吧 他是不是不吃 你听这个 老家这个卖东西的 直接上这个村里来卖 这啥呀 不灵 猪蹄子 牛肉 啥都有 不灵刚才去 人家说啥了 你漂亮 说我头 夸我漂亮 说你瞅 你现在刚回来村 都已经跟村里面人聊上了 我老公的小名不是叫腾飞吗 然后刚才他俩往那边去一玩 往那一站 人家都说 你是腾飞家小孩儿吧 说他俩长得可像 特别说我闺女 说这个小的长得跟他爸 真是一模一样 这脸儿往路上一走 一看都是轻生的呀 小腾飞 刚才人家是不是说 你长得跟爸爸一样 说啦 我都听见了 就光奶奶在家了 然后爷爷在县城里面住院了 过两天再去县城里面看看他 因为这个 咋说呢 阳过之后吧 之前一段时间发烧嘛 发烧完之后 可能有病发症啥的 身体一直不舒服 然后带着去县城住院了 然后我爸说等会开车 带着奶奶去县城里面 就去医院 奶手日好了 现在回 回丹城 走出发 走出发 等会儿这也给你送医院去 送医院去 你送医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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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走吧 知道医院 我等会儿叨个行吧 走吧 我们现在回丹城 把太奶送到医院去找太爷 过两天我们再去看太爷 好不好 今天有点太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